美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阵地将换装欧洲直升机执行巡逻保障任务 美国作为直升机的发明国拥有最先进的直升机技术和全面的直升机型号 可美军为何会将如此重要的战略核设施放心交给欧洲货 这款直升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大家聊一聊美军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阵地采购的MH-139直升机 MH-139直升机实际上就是意大利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AW-139型直升机的军用版 型号前面的AW机阿古斯特韦斯特兰的首字母缩写 该公司是世界著名的直升机研制生产厂商 目前也是全球第二大直升机制造商 而它的母公司正是意大利国防巨头莱奥纳多军工集团 AW-139作为新一代多用途中型双发直升机 自2003年正式投入市场以来 其销售情况非常不错 累计已有70多个国家购买 对比同级别的直升机AW-139的客舱最为宽账 能搭载12到15名乘客 同时配有大型滑动客舱门 方便乘客及装备物资的出入 并且能够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随意改装 兼容性与灵活性都很大 驾驶舱内安装有四块液晶显示屏 并且早在2004年就开始使用智能航电系统 在同类型直升机中是较早使用的 其安装的是霍尼维尔的Primus IPEC航空电子系统 自动化水平和安全水平非常高 只需两名飞行员就可以驾驶 在飞行时还可以自动悬停 其使用的发动机为两台 加拿大普惠公司生产的PT6C-67C涡轮轴发动机 主旋翼为五叶片结构 专为高性能和低噪音设计 最大的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06公里 最远的飞行航程为1061公里 发动机上还安装有FADEC系统 可以精确控制发动机的运行 从而大幅度降低直升机的噪声和震动 AW139在竞标美军的军用直升机采购计划中 莱昂纳多公司与波音公司签署协议 由波音公司负责该型直升机的军用化改装 其型号也由AW139改为MH139 这也符合美军军用直升机的命名方式 即Multimission Helicopter的首字母缩写 从其型号也能够看出MH139定位是多任务直升机 相比于商用版的AW139 MH139安装了一系列美军要求的设备和传感器 其中就包括核任务专用设备以及军用航电系统 机头下方则装备有先进的光电和红外传感器 武器方面可以选配两艇7.62毫米M240机枪 机身每侧各装一艇 为军事巡逻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 这种机枪虽然被称为舱门机枪 但实际上却是安装在驾驶舱和主舱门之间的侧窗中 美军采购MH139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执行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核安保任务 目前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全部为民兵三型 数量总计为450枚左右 全部由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指挥 分属于三个导弹连队运营 分别是位于怀俄明州FE沃伦空军基地的第90导弹连队 位于北达科他州米诺特空军基地的第91导弹连队 以及位于蒙大达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的第341导弹连队 但导弹发射井和地下控制中心则分散在美国西北部 11万4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面积大小与宾夕法尼亚州相当 空军导弹连队共有9600名人员 其中一半专门负责发射井和控制设施的保安工作 任务是在发射井和控制设施附近派出港哨并巡逻 导弹发射井有铁丝网和动态感应器保护 然而美国政府并不拥有和控制导弹发射井所在的土地 大多数导弹阵地都位于私人拥有的农场上 发射井和控制设施周围则是土地所有人许可政府使用的土地 由于发射井的位置非常边缘 如果仅靠车辆无法及时处理突发情况 因此直升机就成为安保人员的首选交通工具 在选定MH139作为新一代巡逻直升机之前 美国空军为巡逻人员配备的是62架UH1N休伊直升机 该型直升机是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 在1968年推出的中型军用直升机 到目前已经严重超期服役 其飞行航程仅为480公里 巡航速度仅为每小时180公里 想不到吧 这种美国陆军都淘汰几十年的玩意儿 竟然以核保安的方式还在美国空军中服役 但如今的UH1N在不加油的情况下 甚至都无法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整个设施 完整巡逻一遍 如此重要的核设施让这么一款老爷级保卫 这不禁让火力军想起公司楼下头发花白的保安大爷 人多的时候每次经过都要小心翼翼 生怕不小心碰到了再出个什么问题 美国空军的心情估计和火力军差不多 早就想要把这老古董换掉了 在2017年美国国防部开始招标 当时与MH139直升机竞争美军订单的产品 包括HH60U UH72A和UHEY这三款 其中HH60U是西科斯基公司 在黑鹰直升机基础上开发的全新型号 配备了先进的T701D发动机 全玻璃驾驶舱和现代化的航空电子设备 UH72A是空客公司H145直升机的变种 已经在美国海军和空军服役 属于轻型通用直升机 而UHEY则是UHE休伊直升机的改进型 美国海军陆战队就采购了160架该型直升机 但美国空军为何放着自家的黑鹰和休伊不买 转而采购意大利的直升机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价格 虽然波音和莱奥纳多公司 并没有公布MH139的单价 但美空军签署的合同订购为84架 总金额为23.8亿美金 平均下来一架MH139的成本为2800万美金 虽然比原版的AW139高出1600万美元 但与竞品相比则便宜多了 美国空军在2014年向西科斯基公司 采购了112架HH60U 总价值达到79亿美金 算下来单价价格高达7000万美金 美国海军陆战队采购的UH1Y 单价也达到了4700万美金 至于UH7-2A 虽然便宜 但是款轻型直升机 只能达载9名士兵 与MH139的15名士兵相比 在使用效能方面达不到美国空军的任务要求 最终美国空军在2018年正式选定MH139 而选用相对廉价且成熟的AW139直升机作为蓝本 说明美国空军更看重其低成本和高可靠性 新款MH139与即将被替代的UH1N相比 前者无论在速度 航程 有效载荷 还是生存能力方面都有大幅度提升 2020年12月19号 美国空军举行仪式 将最新型的MH139直升机命名为灰狼 而这个名称可谓是非常形象了 首先灰狼是北美洲北部的野生狼种 MH139主要保卫的基地 也正处于同一区域中 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 蒂莫西雷将军表示 灰狼喜欢成群截队行动 但是执行攻击任务时却有条不紊 合作无间共同达的目的 这种完美配合的模式 远远大于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 实现了一乘以N远大于N的效果 这也正是MH139处理核安全任务所需要的模式 所以别看这些MH139并没有什么武器 一旦有图谋不轨者 或敌国准备攻占这些美国最为重要的核导弹基地 美国空军的精锐特种部队 就会搭乘MH139直升机从天而降 保卫这些末日武器万物一时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MH139在未来能否完美旅行核保安的职责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